孙伴你知道我们今天要去哪儿吗 这边还可以钓鱼 其实它这边还挺鼓励你钓鱼的 就希望你去钓这个 应该是粘鱼吧 然后并且不要把它放深 这上次我们来说天气挺好的 这天气好的时候其实还挺漂亮的 但现在是下着小雨 凝雾缭缭的 这是为啥 孙伴你这是为啥 你不是你和姐姐来的时候你就特别喜欢游泳吗 和你哥一来就 我怕水嘛 天气很香啊 这是在Rotura东北边的一个 灵海城市吧 我们现在还要往东边开 现在离开Faktani 然后先往Oho Pay开 我们来这边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听说这儿有一家超级全纽西来最好吃的 Bacon Egg Pie 也不是说光Bacon Egg Pie 好像所有派都很有名 真的吗 然后今天就来试试 这就是我们最主要的原因 就看一个派它能有多好吃 说了派怎么翻译呢 就是一馅儿饼 我们现在到了就是这一家 这就是很典型的新西兰的Diary店 别忘了 老板娘这干几年了 9年了 9年了快 你家平时都是洋人还是 因为咱是在这个洋人区里边 所以洋人居住 对本地的客 在地的客人 听说你们家的派很好吃 我们专门过来的 这个确实可以骄傲的说 确实很不错 我听到是洋人给我们推荐的 洋人说话很夸张 有的时候他因为他一来 他就吃上了以后 就说你们家的派是新西兰最好吃的 有时候有的客人 比如从澳大利亚 从英国过来说 你们家真的世界上最好吃的 我们有时候听了这话 都觉得太夸张 但是洋人可能这种说话的方式 就比较的夸张 咱也拿下来 我们家的汉堡包也非常好吃 因为本地客人特别爱吃 老板 就是一个味道给我打了一点 就像每个味道都试一试 这是新西兰的特色 炸鱼薯条 怎么样 孙伴好吃吗 好吃 这炸鱼鱼不腻 而且鱼鱼也很新鲜 这里是什么 这是什么牌 这是牛肉馅 黑胡椒牛肉 那就我没有吃到 卖完了吗 生意太好了 来吧 明天你请早 它里面是蘑菇酱吗 不是 牛肉馅 黑胡椒牛肉馅 好了 你别上来 这鱼鱼好像都是秘制的 这个很好吃 就刚才问老板娘 为什么他们家拍这么好吃 可能是因为他们是每天都是 自己当天烤制的原因吧 我觉得当天烤的饼 你饭个两三天再吃的话 要好吃一些 很多家店就是一次性烤 无数天的 他有些他们那种 不是自己做的那种 他买了现成品 就半熟的派 他也烤 这个是他们自己还要做 这好像是他们自己弄的馅儿 皮子好像不知道 炸鸡里面挺汁稀的 和你之前吃的饼呢 好吃 你真的挺好吃的 嗯 这里面有鸡蛋 洋葱 菠菜 我是一大驴水手 菠菜 我最喜欢吃菠菜 这个之前我就是上课的时候 学校提供午餐的时候我吃过 等下吃完咱就走啊 嗯 感谢 欢迎ır